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菲利比书第2章 我会把那个焦点放在12到18节 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称颂菲利比的教会 说他们向来是顺服的 这里的顺服不是对人的 在次序上的降服 而是对上帝的顺服 英文是Obey或者Obedient 对上帝完完全全的顺服 那谈到这种的顺服之前 在第2章的一开始第一节 一直到第11节 就提到耶稣基督那一刻的榜样 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 它是一首的歌颂基督论的一首的诗歌 讲说什么呢 内容简单来讲 主耶稣本来就是上帝与上帝是同等的 但是他却虚极 倒空自己 Empty himself 然后去了奴仆的样式 然后谦卑自己到一个地步 走上十字架 纯心顺服 第8节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上帝把他升为至高 保罗先谈基督论 特别谈到耶稣基督的顺服 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坚持 反倒顺服上帝 并且来到一个的地步 是为人的罪替代代替人 然后面对罪恶的刑罚 当然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接着从死里面的复活 就败坏了 那罪恶的权势 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福音的内容 但是这个福音 不能够只停留在头脑上面的一种认知 他必须在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里头 绽放那种的力量 因此保罗就提到 贝利比教会的信徒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领受福音的一群 他们也在福音的生命里头活出来 第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 中文的圣经 我读的和尔本的修订本 是这样子说的 我亲爱的或者亲爱的弟兄 这样看来 你们向来是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更是顺服 就当恐惧战精 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 这一段的经文 在希腊文的文法 那个翻译的重点 可以是放在顺服 以至恐惧战精的 完成得救的事 英文是work up your salvation 完成救恩的工作 然后不单单是保罗在场的时候 保罗不在场的时候 更是如此 换句话说 这一段的经文的那一个的焦点 顺服跟完成自己得救的事 是紧密的靠住的 然后更要如此 不是来形容顺服 而是形容顺服 又活出救恩的这件事 我们稍微做一点的解释 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 我想它的最重要的意义 或者最前摆的意义 就是我们在救恩的生命里头 我们要显出来 我们都知道 救恩的工作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 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完成的 人在这件事情当中无能为力 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一些的努力 然后加分在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不能够说耶稣已经完成98分 然后我加上两分下去 所以我在这个救恩当中有一点点的 potion 有一点点的位分 不是这样 我们在救恩的工作里头 是完全没有无能为力的 那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拯救 因此保罗在这里肯定不是讲说 我们与耶稣一同完成救恩 肯定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但是这里说 我们要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完成或者做出救恩的事情 其实要表达的就是 我们这一些领受福音 或者经历救恩的人 怎么样好像耶稣基督顺服上帝这样 我们也顺服一致 战战兢兢的 战战兢兢这里不是只害怕 害怕失去救恩 这里的战战兢兢 应该就是指向对上帝的敬畏 存着敬畏上帝的心 然后活出这一种的生命 救恩的生命 这种救恩的生命 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或者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对上帝的顺服 弟兄姐妹 其实保罗讲的这个是非常清楚 岂不是吧 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不少 我们知道要爱神 我们知道要过敬畏神的生活 我们知道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知道要传福音 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的奉献自己 我们知道要思念天上的事 不是思念地上的事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些 但是今天有多少时候 我们把这一些的东西 从头脑进入到心 以至能够进入到生命 绽放那种的心向之气 那种的力量 来去见证耶稣基督呢 如果不能 那到底有问题在哪里 那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全然的顺服上帝 在顺服呢 是一种的mechanism 或者一个的力量 把这里的东西进到这里 然后生命活出来 没有顺服 东西在这里呢 就要阻塞了 阻塞会变成什么 如果血管阻塞 他要去中风 我们不要属灵中风 那个他非常可怕 阻塞了 接着透过顺服 把东西从这里 进到这里 然后火出那种的力量 保罗说 你们向来是顺服的 就要战战兢兢 完成这句文 不是单单在保罗在的时候做 就是保罗不在的时候 更要如此 那丁丁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样子顺服上帝 不是做给人看的 不是爸爸妈妈在 所以我就顺服 不是牧师看到 我就顺服 不是会读会长看到 我就顺服 不是 而是我们 这就是生命自然的流露 的一种的力量 再来呢 保罗说 我不在的时候 更要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福音的工作 要展开的一个重要性 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 一些的领袖 爱族的弟兄姐妹 离开了我们 那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更要 这一个的 靠着顺服上帝 活出这种的力量 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保罗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先提到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顺服上帝 然后把这个救恩 交给我们 传到我们当中 或使我们能够领受 弟兄姐妹 不要把救恩停留在这里 借着顺服上帝的生命 让这里的东西 进到这里 然后生命当中 能够流露 能够活出来 求神帮助 求神带领 那保罗下面讲的东西 就说得很清楚了 第13节 他说 这些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 使你们立志又能够实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们在顺服当中立志 我们就必然能够成行 求神帮助 求神带领 那保罗说什么呢 在一些的表现 无论做什么事 必要发言缘起争论 好让我们能够毫无指责 诚实无畏 能够在这个弯曲的时代 成为上帝无瑕疵的儿女 能够在这个时代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显出来 各位姐妹 这是太宝贵的一种的表达 保罗说 顺服的生命 把这里的东西 进到这里 然后活出来 他特别提到一点 在人际关系 在人群当中 不要争论 不要发言缘 发言缘起争论 就是不顺服的 其中一个表现 我们从 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行程当中 多次的发言缘 起争论 上帝的愤怒 就向他们显明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都顺服在上帝的面前 当然 当我们说 不要起争论 发言缘 并不是说 我们不能够回应 不能够feedback 不能够距离力争 是可以的 但我们知道 那个动机在哪里 我们是为了上帝 为了上帝的国度 那我们谦卑的 好好的去表达 谈论 然后找到一个的方向 都以上帝的思维 但是那个前提 是全人 我们全部人 都顺服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这个的群体 活出一种的力量 能够见证耶稣基督 愿上帝帮助我们 给我们的生命 被基督的爱充满 我们也立下心志 让我们能够实践出来 我们也同去见证上帝的美好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在这个万岁被溜的时代 让我们顺服基督 我们顺服 过一个顺服的生命 我们来见证你 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